ASK 滋滋滋 这个做得很好 然后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我们知道二手车一定要做一个丢车计划 以后准备全中国料行十万辆车 什么拉达 小公主什么的 谁开走那车就是谁的 培养大家的气球文化 好的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开始这一周的ASK吧 这是来自Facebook的朋友 他说他叫马菲尔和他的情人 你好 三只兄 我是一个漂泊的自由画师 一个月用手机的时间大概不超过十个小时 关注你的公共号也是一份缘分 我目前在尼古尔苦修手头展无积蓄 今年十二月份回国 将手中的部分作品转让之后 大概能卖三十万左右 想买一辆车打算携带内容 从帕米尔高原一路开到黑虾岛 三个月完成次旅行 不知您有何推荐 如果被选中 我愿把随笔的十岁者送给你 值钱吗 你好 高人 我刚才搜了一下你说这两个地点 我都吓尿了 我没有想到你要选择这么地狱级难度的一个自驾游路线 我就所以就不推荐什么普拉多 帕杰罗 汉兰达 被这个路况就完全已经秒掉了 所以我觉得适合这个路况只有全尺寸皮卡 或者是那种大G 对吧 咱们这个价格预算买不起 那么全尺寸皮卡有一个特性 对吧 第一个是功率都特别大 排量都特别大 对吧 现在路面上跑的比较多的1500对吧 F150 然后呢 Ram的1500还有坦途 这三辆车呢有5.7的有6.2的有柴油版的 好像听说F10有一个3.0T的吧 但是我屁着不太了解啊 30万这个价位 30万出头这个价位 能买到11年左右的坦途或者RAM1500 这个里面我比较推荐坦途 那么很多人有疑问了 买全尺寸皮卡啊 对吧 我要自驾游 是不是没有办法进程 其实是可以进程的 但是进程有一些先决条件 就是第一个皮卡进程呢 必须要带高盖 对吧 在高盖基础上呢 你需要去车管所去申请 通行证 有甲级通行证啊 特级通行证 基本上甲级通行证 已经满足了 70%的城市 70%的通行时间的需求了 所以你看有这么大一个车 视野好 然后呢又是4×4的 托控能力还强 轮胎呢 这个尺寸也比较大 托控能力绝对是杠杠的 所以呢 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可能还是皮卡 但是它先天的一些缺点啊 就是除了油耗以外 除了这个怎么说呢 在市场上面比较少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你这个车买回来以后 你基本上跑一次 再往出卖 这个车基本上很难卖掉 知乎网友叫温诺诺 不需要另一半 他说 Hello Mr.G 在我上周24岁生日的时候 我老爸送给我一张存折 里面是我每年的压岁钱 加起来一共9万6千多 我就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老爸是一个班车司机 开了半辈子车 现在还一直是骑电动车上班 冬天了 天气比较冷 他的关节银行又泛了 我老爹的生日是圆月初三 我偷偷看了 他一直在网上 在看吉利博越这个车 我上网看了一下 最低配的车 好像我这个钱也不够 如果要买二手的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到时候把这个车过户到他的名下 需要有什么手续吗 谢谢芝芝先生 你好温诺诺 小明啊 我刚看到你的问题以后 我还详细的准备了一下 写了一张纸 因为既然给你老爸买东西 然后我算了一下 现在网上 因为博越这车今天刚出来比较火 然后之前买了车 还要等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现在车最低配的2.0手动挡的 价格是9万8千8千的车价没有任何优惠 某些地方有购置税减半的情况 没有购置税减半情况下 购置税8444 再加上车专税 商险交强 这个车新车办起来 11万3 那么你看这9万6千多 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要买准新车的话 能省下一笔钱 就是把购置税 这8千多块钱省下来了 然后商险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人卖二手车 商险是会转出的 所以商险你以后还会再上 车转税和交强 这个OK了 没问题了 所以我看了一下 因为基本都是今年的车 都是16年左右的车 跑了 有跑了600公里的 有跑了1000 2000公里的 现在总体车价 都在9万1到9万5之间 这么一个价格 眼看着没有比新车便宜多少钱 也的确是这样 因为这车热度还在 热度还比较高 所以在二手车市场里面 还是比较好卖的 我们就按最低价格走 如果说你买一个9万2的车 还要再交什么钱 第一个就是商险 这个你看你选择上不上 不上的情况 因为你老爸老司机了 开公交车的 不上商险的情况下 再掏个600块钱的一个购户费 就可以2.0的车 掏600块钱购户费 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能过到它的名下 就是我看你地区写的北京 就北京你要过到它名下 第一个指标 就是指标的 你得到指标的复印件 要打印出来 第二个就是它的身份证 然后带着原车主 原车主的大本 所有这些手续都去 就过货就OK了 有什么注意事项 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现在准型车 买出来就省心很多 因为载保 然后有保险记录 什么东西都有 不会出大事 但有一点就是 车款比较差的车 多数都是试驾车 然后现在我在市场 也能看到有一些博越的 试驾车在出售 试驾车怎么看 一定要去看一个证 就是车辆登记证 一个大绿本 上面如果显示 这个车的所有者 是某某某某某 公司 汽车 公司 汽车商贸公司 那么这样的车 我建议你是不要买的 要买还是买个人车 祝你找到合适的博越 B站网友叫 大的内裤包不住 他说不瞒你说李老鼠 我关注了你的节目以后 越来越郁闷了 我老爸开纳志杰 我姐夫开克鲁兹 之前开F0 前段日子把F0卖了 换了一辆比亚迪F3R 两箱那个是吧 几辆车都快被你喷出响了 细吧 再来说一说我的问题 买了这辆F3R以后 开着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两天天气冷了 一打车发动机舱里面 就会发出动呲大呲的声音 想问一下这是啥问题 你如果不选我就等于向敌风妥协了 你好这位自信的朋友 就是说冬天的确是冬天 要比其他的什么春夏秋的 车辆的异响要更多点 就主要跟这个温度有关 比如说在冬天 这个皮带轮时间长了 时间长老化了 张景轮位置没有调好 就发出那种嘶嘶嘶的声音 有点像尖叫 有人叫你叫削脚 就是嘶嘶嘶 你说这个咚嘶 嘶是张景轮 皮带轮发出的 咚咚咚的声音 其实听的比较少 如果听的比较多 那是说明发动机内部出现问题的 就是一般来说 发动机在冬天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大修完以后 这个车会发生敲钢 敲钢的声音 跟你说这个咚的声音会比较像 哒哒哒的声音就比较常见了 就很多车原厂都带哒哒哒的声音 就是气门 气门我换完气门以后 或者说发动机大修完以后 这个气门导杆 这个行程跟这个停柱 或者跟着突轮轴 它之间行程比较大 所以会导致这种哒哒哒的声音 这个比较常见 但是你说连续的发出 动呲动呲动呲大呲的声音 我觉得排除之前的这个车主 是Bbox选手以外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这个车又存在敲钢 又存在气门异响 又存在这个皮带异响 所以我觉得就着重这四个方向 边唱着Bbox边去解决 完美 这是新浪微博网友 他叫头发上的口香糖被我吃了 听了你的建议 我买了一辆10年的哈佛H6 2.0手动两驱版本 我没有建议这个 过户保险 全部办起来花了五万五 车是真的好 现在我去夜店 接我女朋友下班 心里面都非常有底气了 不过昨天晚上 我带着我女朋友在南京路兜风 前面有个B开张烂武器 在马路上乱并线 害得我一脚把刹车给踩死了 再次启动车以后 车可以启动车 着 就是给着油不走 我叫了救援维修小哥 他问我要一千五 我反手就是一拖鞋 现在车在维修厂里 说是前刹车卡死了 鼠哥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吗 就是你拖鞋打的呗 你好口香堂哥 就是你刚才已经说了 气球场已经给你这个 怎么说 哪个车的故障 已经出了一个结论 你就想知道病因是什么 对吧 前盘 对吧 前盘一般 一般现在你开着哈佛前盘后盘 现在低端点车前盘后骨 那么就说这种盘式刹车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先懂得工作原理 第一个 就是这是你轮胎里面的刹车盘 我的手呢 是制动片 正常情况下 鞋子过程中 他们俩是不接触的 当你现在这个开武器这哥们 一变你的时候 你着急的把制动台盘踩下去 OK 它就咬住了 你这车现在就起到制动作用 那是什么来控制这个刹车片的 其实就是一个 在刹车片后面会有一个制动风泵 制动风泵呢 后面连着就是这个总泵 有这个油压 油压进来以后呢 它制动风泵里面有个活塞 这个活塞呢 会顶着这个制动盘 制动刹车片 会咬住它 如果说这个活塞不归位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刹车盘就会 刹车片就一直会把刹车盘咬住 所以呢 就导致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解决办法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后面的这个制动风泵 它是可以拆开的 拆开以后呢 只需要把这个活塞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呢 我们重新换一个活塞 看看这里面具体故障什么 有可能是管路的故障 有可能是活塞本身卡住的故障 然后把这个东西换掉 我们就不用换总成了 大概我觉得哈佛这个车下来 一百来块钱吧 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如果你觉得不太放心 不太靠谱的话 我想换一套新的刹车 那么这个估计也是一千块钱以内 绝对搞定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建议一点 刹车这个东西出问题以后 一定要及时解决 不要轻易的自己去解决 因为这个东西是关乎到安全问题的 微信网友叫本兹啦 他说你好三只 我是你的澳洲第一粉丝 前年买辆涂锐 一开到90迈以上驾驶室和副驾驶 车门的位置就有像口哨的声音传出 拿去4S店里面弄了一下 结果声音他妈更大了 想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弄一下 自己能弄一下更好 你好这个澳洲朋友啊 其实我们口哨声的声音 在之前的ASK里面做过一期 大家知道口哨声声音 在其实日常用车里面 碰到这个问题不太多 但是有一款车比较多 GLK 老款GLK260300 都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我之前 家里面亲眼有开这个车 跟多位车主合适了以后 GLK的问题主要是 风动箱可体 跟一个追星周配合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换完 这个风动箱以后 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但是你这个问题不太一样 是在车门的 左右车门的外侧 然后呢有口哨声音 一般来说 我不知道四海键给你怎么处理的 一般来说 你知道口哨声在内部 我们不太好确定 它是怎么产生的 但如果说在外部的话 就很好确定 因为什么情况下 比较能产生口哨声 我们吹口哨对吧 就是当空气高速 穿过一个狭窄区域的时候 它产生的那个声音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是我是四海键的话 你的车产生了口哨声 我给你的首要解决办法 就是换蜜蜂胶 对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 这个车门的密封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高速的时候 这个风外面的压力比较大 进到这个 跟这个车的密封 就要产生了接触 所以产生这个声音 如果四海键是这样 给你解决的话 我觉得下一步的话 就是还是看 你车门 或者说后视镜 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有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的 这个位置比较 夹角比较大 或者这个缺口呢 比较明显 也会导致你在行驶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完全解决掉这个问题 现在光通过节目 可能会比较难 我觉得只能通过一点一点 你去测试 你却会找到这个 风是从哪个地方 穿过去导致这个声音 然后呢 就比如说打开窗户 我们听一听这个声音 是从哪传出来的 是从车门下步呢 还是从后视镜呢 就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好的 我们来公布一下 上周的获奖名单 第一名叫原来是你 头像是一个光头的小合唱 第二名叫李不酷 头像是一个男人的背影 第三名叫小小 头像是一个两个翅膀 恭喜这三位小伙伴 获得了我们的金属车膜 各一个 想要什么的记得 在私信里面给我们说一下 因为有四款 如何获得我们下一期的礼品呢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 还不错的话 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叔叔阿姨爷爷的 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 回复 yohoh 就有可能获得下期 降品 那么下期再见吧 拜拜 同时这个车产生了 懂呲打呲 这样的声音 排除之前车主是 出场歌手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这个发动机可能快爆炸了 给你